花蓮縣消防局今天清晨6點17分接獲報案 在花蓮市北冰公園附近的海域 发生一起疑似落海溺水的意外 包括消防、岸巡、一基辖区远警 汇同海巡署舰艇前往现场救援 经海巡人员将落水民众打捞上岸后 现场实施CPR抢救外 也紧急送往门诺医院抢救 花蓮縣消防局清晨6点接獲民众报案 指称北冰公園有一名女子疑似酒醉躺在海边 却遭大浪卷入海中 目测距离岸边约5公尺左右 需要救援 他一本跟我们在饭店聊天 然后聊到一半人不见了 对然后又听到救护车的声音 然后那边的小孩只发现了 花蓮縣消防局以及海巡署第九巡防区 均派遣人员到场救援 合力将女子拉回岸上 本队立即派遣花蓮域港安检所 花蓮商港安检所 七星台安检所前往救援 海巡人员抵达现场后 与换线消防队人员合力将逆折 于拒案75公尺处的地方救起 救起时已无呼吸心跳 由消防队人员实施CPR 后续送往门洛医院救治 海巡署顾虑民众从事 任何水域游戏活动时 务必注意自身的安全 不过女子救起后已无生命迹象 经紧急送往门洛医院抢救 但她仍然是不幸宣告不治 至于详细的事发原因 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记者凌杰 花蓮室采访报导